歡迎收聽《紫時光聽新聞》我是Cat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時報》文章的報導 中共當局實施近三年的極端防疫政策 入境集中隔離等國際客運航班管控措施正式取消後 國際客運航班仍未全面恢復 目前航班量僅為疫情前的10%左右 《中新網》2月9日稱 自1月初以來 中國已取消了入境隔離政策 航空公司也得以不受限制地進出中國 然而往返中國的國際航班數幾乎都沒有增加 《中新網》引述德國方面的消息稱 自中國入境防疫規定結束後 德國與中國之間的國際航班數量幾乎都沒有增加 例如在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的國家航線中 每週仍只有5艘往返法蘭克福的航班 而海南航空公司僅有一艘 而在疫情前 漢沙集團旗下的漢沙、瑞士和奧地利航空 每週有超過80次往返中國的航班 介面新聞從中國東方航空、 春秋航空等航空公司了解到 國際航線的恢復是一個較為漫長 而且複雜的過程 背後有市場需求、運力安排、航班時刻、 航權申請、境外保障能力等多重因素的影響 春秋航空表示 從恢復程度來看 截至目前 國際及地區航班量僅為疫情前的10%左右 航班數據服務公司非常準 Wareiflight.com 數據也表明 2月份以來 國際及地區客運航班每天的執飛量 是在350至400架次左右 而2019年的均水平為2,700架次 現在的執飛量不到疫情前的15% 在班旗方面 周內即是亞太區域航線恢復速度較快 尤其是東南亞航線 但中國與美洲主要國家 歐洲主要國家之間的直飛航班 貧車仍然比較低 大多為每個星期一班 多的也不超過每個星期五班 而在疫情前一天多班往返很常見 例如2019年國航每天有3次 從北京出發前往倫敦的航班 達美航空疫情前 在中國營運的航班則每天多達6個 過去3年有於5個1政策的限制 國際航班大範圍停擺 供需失衡之下 出現不少價格數萬元、數十萬元 甚至超過20萬元的天價機票 這些天價機票 主要集中在航班資源較為稀缺的洲際航線上 據葵程統計數據了解 疫情高峰期即是2020至2021年 中國飛往美國的經濟艙 軍價達到11,186元 而2019年經濟艙軍價只需5,029元 帳幅達到122% 相比出國 回國的航班更容易出現天價機票 原本國際航班資源就頗為緊張 加上回國航班受到熔斷機制影響 航班取消頻繁 不少身在海外的留學生、商務人士等 回國之路很艱難 中共當局在2022年12月放棄動態清零政策後 中國感染COVID-19病毒者人數大增 隨後中共當局又在2023年1月8日重開邊境 大量中國人出境旅遊 2022年12月底 朝鮮率先宣布禁止中國公民入境 並對包括朝鮮公民在內的所有近期 從中國入境的人員 進行30天的隔離和觀察 隨後美國、加拿大、法國、西班牙、日本、英國等國 也採取了行動 限制來自中國的遊客 中共當局對美、歐、日、韓等國的防疫措施表示反對 並對韓國採取了相應的反制措施 2月10日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玲 在禮行記者會上 就韓國政府表明明天氣恢復發放中國公民負韓短期簽證的提問回應稱 中方將適時考慮恢復審法韓公民內華短期簽證 2023年1月6日舉行的2023年中國民航工作會議上 民航局局長宋志勇透露 3年的疫情對中國民航發展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 民航業累計虧損預計達4,000億元人民幣 宋志勇透露 2022年全行業虧損達2,160億元人民幣 8家洪空公司資不抵債 2022年安全壓力、疫情防空、經營虧損等因素交織疊加 民航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局面 宋志勇提到 疫情前 民航業連續11年盈利 而疫情以來累計虧損預達4,000億元 3年的新冠疫情對民航發展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 2022年的運輸規模僅相當於2012年的水平 企業資產負債率顯著上升 8家航空公司資產負債率超過100% 事實上在2021年底就已經有多家航空公司公告資不抵債 據第一財經報導 山東航空因為資不抵債帶上了ST特別處理的帽子 東航旗下的上海航空 2021年底的負債率達到109.59% 南航旗下的重慶航空 2021年底的負債率更高達到113.2% 海航空股在2022年三季度 曾公告資產負債率達到108.86% 而海航旗下的烏魯木齊航空 2021年底的負債率達到137.5% 福州航空的資產負債率也達到118.1% 中國民航業在2022年的巨額虧損和收入的持續下降不無關係 2022年11月初 中國航空公司陸續公布2022年第三季度業績報告 多間航空公司創出歷史最差的前三季度業績 其中中國有三大航 國航、東航、南航 共計虧損於780億元 平均每天虧損超過2億8千萬元 此外海航空股、春秋航空等中國上市航空公司陷入虧損 對於虧損原因 三大航解釋稱主要受疫情、高油價、人民幣貶值等因素影響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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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多支持